让我们快点出发 就像小时候 一样的去玩耍 常常忘记了回家 让我肃然起惊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哎呀小特子 美丽 漂亮 那谁 你什么你 小刺你就有点刺了啊 咱俩关系这么好 你跟我讲那谁 你不知道我这叫什么了吗 怎么会 大帆吗 什么大帆 大潘 三对手让你喝了 对对对 潘金莲嘛 潘金莲 什么金莲 那是我们家什么 跟我们家没有关系 潘斌龙 对 耳龙那个龙 什么你 潘你快龙 你坐下吧你 快坐快坐 你怎么要那么久 等你半天了 是啊 等你半天 这主要是 是啊 忘记看时间了 哟 哇 这么多表啊 我不懂 那个我每天啊 满世界这么飞 必须带这么多表 不然这时间都过杂了 理解的 你看 这个是杭州时间 这是绍兴时间 这是宁波时间 这是恒电时间 哎 这不是一个时间吗 对呀 好像都是拍戏时间 是 这不一样的 你看 这是劳力一 这是劳力二 这是劳力三 这是劳力四 漂亮 你这口条啊 也是有脚头 那你说你这只胳膊 带这么多表 那那只胳膊 这个配重是不是不太一样 肌肉就会有不一样的锻炼 不会啊 肌肉一直很均衡 哇 可以 可以 那你这样 你上半身肌肉练得很均衡 下半身这个肌肉 是不是缺乏练习了呢 我这儿啊 我这儿有一张这个健身年卡 现在正在打折促销当 你说多少钱吧 办一个 哎 都是老同学 他能让你花钱办卡吗 能啊 能送你一张 不能啊 不能要你的钱 谁说呢 那我不客气了啊 我不要钱 我能要块表吗 不是 我这都国外带回来的 这都限量 不用去国外 以后啊 就上淘宝全球购 保真还放心 呦 行家啊 哎 哎 咱们老同学这么多年没见了 今天不得无醉无归啊 是 来 喝一个喝一个 先慢着 我们啊 不能就这么吃啊 我想想 我们拉个群 做一个游戏吧 在群里发红包 谁抢的红包大 谁就喝酒 怎么样 行 行 好好好 我先发啊 我抛砖引语一下啊 好 来 我发一个大红包 三块的 一共126个包 你是什么呀 怎么了 隔江游唱后庭花 扣门扣出一朵花了你 哎呀 你太扣了 你学学人家淘宝吧 听说今天8点到11点 还有上万个88元的红包 一花我都要去抢一个呢 哇 淘宝这么厉害 那我们就不抢你发的了 因为我都去抢淘宝的事了 你早说我也能省 省三块钱呢 是不是 就这样 今天把大家叫过来呢 其实我还是有点事了 你看我现在呢 手里边大概有一个 不大不小的一个项目 大概是个八个亿的项目 现在缺一点投资款 缺多少吗 我们给你补了 八千八 哎呦 这个肉满的 你看啊 其实我还是有投资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项目 我觉得不能便宜了别人 还是要紧着咱们同学嘛 对 那所以说我就 谁想投这八千八 那我们就第一时间举手 好不好 好 来 不许抢啊 你也别跟我抢啊 来来来 三 二 一 开始 我这个勺裂了 这个也好 三 二 一 开始 这个 带走吧 举手 来 来 来一个 来 走一个 来 行 好 好 好 行 可以等会儿等会儿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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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盘子放下来来来来 这样 我呢 其实我就 我那个 我跟大伙借八千八 行不行 谁愿意借给我 这样的 借钱之前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能把这个单给买了吗 是 你现在马上借 我马上就能买单 借呀 我 几十套房在手上 我随便卖一套 这个八个亿 我给你补齐了 什么什么卖呢 我不知道 得等房东 他放消息了 我才能给他出手呀 说了半天 你还是个中介啊 说漏嘴了 大盼 咱俩作为这么好的朋友 你有难 我必须帮你 我帮你说两句 你们俩帮帮他 你们俩帮帮他 两句 说完了 你哪怕多说一句呢 是不是 你这样 你这么多表演 随便卖一块 不就能帮到我了吗 不是 我也有我的苦衷啊 大盼 你什么苦衷呢 我得看时间呢 是 这个苦衷 是不是 我这个苦一点 看时间很重要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前台要下班了 那个单谁买一下 一共七百块钱 喂 喂 老公 你分不清上联下联啊 我告诉你啊 平字 平字 平平字 知道了吧 老公 我把钱包拉在家里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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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盼 这一个店 你看看 我一个好朋友了 来来来来 坐下坐下坐下 坐下吧 这是一天天的 我是真没想到 今天这个 是这么一个局面啊 我呢 确实开了一个健身房 每月房租是八千八 我已经一个季度 没交了 没交房租了 今天把这个同学们 聚到一块呢 就是确实是想 向同学们伸手 帮帮我 看谁能帮帮我 大盼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没那么多钱呢 别看我带这么多表 我其实就改行当修表的了 我之所以这样 我就是怕你们瞧不起我 所以才这么撑一下场面 别说你了 我也是 你们没有猜错 我就是一个房屋中介 你看看 我带着这个钥匙 一会儿还得还回去呢 我也怕你们看不起我 说这个房是我的 大盼 我也不对 其实啊 我老公 他是个卖打火机的 这些都是打火机 特别好 特别好 今天我也有错啊 你说咱们现在同学 到这份上 怎么这么耗面呢 一点不像小时候 上学那会咱们多耗 对啊 是不是啊 嗯 真好 是啊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是班代表 有一次帮了交作业本 然后小次就把他的作业本 抹去了名字写了我的 交了上去 他因为没有交 结果得了零分 我 十一分 都没有变成 那会儿小次 他暗恋了 哎等等 哎呀哎哎呀 我也记着呢 我记着有一天 昨天下着狂风暴雨 我爸妈出差了 没来接我 还是你大潘 陪着我蹚着大水回的家 这份恩情我寄到现在 是 你要不好我头发 我打死了不再给你走 我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 每天只能带个馒头去上学 结果美丽看到了就跟我说 我的饭你吃吧 我说那你怎么办呀 他说我还有一份 别的男生送给我的 我送你的饭你送给他了是吗 什么呢你这暗中情敌呀你 行了 拉倒了 这都是以前的事儿的嘛 是吧 是 其实我觉得小时候挺好的 对呀 长大了咱也没必要 是 这样这么一个耗片 确实太伤感情了 真的 我们同学之间的感情 是最真挚的 我们就应该互相帮助 互相扶持 对 是的 你说呀 大家都是同学 知根知底的 装什么呀 还是做最真实的自己 才快乐 对 没错 以后咱们还得多联系 谁有事儿就支个身 对 我肯定帮 是 行 那我现在就支个身 你支 说 这个饭费七百 咱们A制怎么样 喂 喂 想吃橘子啊 你用东西下二联啊 再见 下二联不就是 做平做平做做平嘛 放心吧 不会 这就回去啊 等我 好嘞 谢谢我们各位老同福 来吧 要这么打招 大家好 我是谭剑次 祝大家新春快乐 牛年大吉 哎呦 这感觉是开心的发抖 开心的发抖 剑次这次给我们挺意外的 因为我们知道 他是又演又唱又跳 这次演小品 好像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好像为数不多吧 今天说说我们的整体合作 跟其他几位老师的感受 当然是高兴啊 就跟那么多有经验的 喜剧老 喜剧演员前辈 没让你买单 不用警官 看看怎么划 又哆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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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就是一种新的体验吧 对 孙真也有演过小品 但是没有这么 轻松的氛围过 什么意思 你上次演的小品是跟我 我那次 我那次不轻松吗 上次好像更轻松 我那次压力 上次更轻松 这次不轻松了 就是实话 你知道吗 见词 关键是你都上过 我就是演员 你跟他们同台还会紧张吗 会啊 会啊 对 就必须是 那个前辈嘛 前辈肯定还是 还是不一样 戏剧行事 我因为我是 以前我是真的是 看着那个潘老师的小品长大的 我也是 所以 我们都是 试问谁不是 对 所以 所以 潘老师也很吃力 这次跟两位演同学 确实也有难度 对 你知道我演年轻有多么难吗 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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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